很多人面临的公司逼退,或者是已经位高权重,但却高处不胜寒,不得不走或者是借铃退休。 就在眼前,到底该不该提前退休呢?日夜难免始终挣扎。 月薪成可贵,自由价更高,你要退休选总是有些思考。 每个月看起来不错的收入,稳稳当当进到户头里面。 一旦退休,转眼之间就变成低收入户。 每个月给的劳退大概就是生活所需。 公司的退休金应该是安养天年所在。 也不能随意动用,换另一个角度来看。 投资有风险,有赚有赔。 虽然寄望于股市不断地冲新高,能够赚得饱饱,但是风险也在于一旦逆转,跌得惨。 亏得凶,大半的老本也就死光了。 但是绑了三、四十年的工作生涯,总要有一些转环,换另外一种选择。 跟不同的生活,到底是你要钱呢? 还是要自由,鱼与熊掌不可兼得。 又变成很多人在退休前的一些思考跟挣扎了。 如果提前退休,能够创造出另外一种生活模式。 往后的三、四十年,一定没有公司的收入。 但是你所营造出来的生活空间跟生活方式, 却每个月能够给你相等于原先有收入。 甚至超越实质收入的精神代价。 那岂不是赚更多吗? 所以说有的有失,自由价更高,在零退休前。 就要想到安养天年的日子。 每天怎么过,每个月怎么走,年年都要开开心心。 心开路更宽,这岂不就是赚更多了吗? 心得听说明是体会罪不易的? 直到海间碎尽,掉上养天的际钱。